接下来司法消息看的是 附首李宗瑞性侵案判决出炉了 总共判22年有10个月有期徒刑 全案定业 最高法院人领李宗瑞性侵 5个人触犯5次妨害性自主罪 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 交由最高法院民事庭审理 还没有结果 过去年10月李宗瑞就已经 入肩徒刑了